《漫畫畫畫畫》 我們一起努力把故宮文化傳播出去 我的願望就是把香港故宮 變成世界最好的保護館 萬眾期待的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 將在7月2日正式對外開放 開幕展由香港故宮 與故宮博物館共同拆展 將以輪換方式展示914件 來自故宮博物園的珍貴文物 其中約七成的文物為首次赴港展出 另外香港故宮的特別展覽 也會展出由巴黎羅浮宮借出的 13件珍貴藏品 展現中外文化交流和護鑑 即將開幕的香港故宮有什麼特色? 首次展出的文物又有哪些? 首任館長吳之華一一解密 所以可能一些說話是大家關注的 另外我們有一個主題是馬 馬在故宮產品來說都是非常重要的 不單是把故宮的文物拿來香港展出而已 我們要加清香港一個特點 就是用現代眼光去演繹故宮文物 建築也是一樣的 所以你看這個建築物來說 有些現代感覺有些傳統文化在裡頭 這是我們要表達的內外意志 過去兩年多 香港經歷繁修例暴亂和疫情 這些因素也影響了香港故宮的建築工程 最嚴重的時候 甚至腰刷了香港故宮的招牌 為什麼會這樣呢? 最焦慮的時候 有些群眾受到一些不好的影響以後 在外面破壞了 這個時候我們怕會不會他們會到我們工地破壞 這個時候我們做的就是把一些外面這個招牌把它拿下來 大家可能的時候不知道這是現代故宮 最後這個事情沒有發生 我們這個工程還是玩下去的推薦下去 在黑暴時間我們這個建築的時候 材料供應出了問題 墮路都封了 封了路以後建築材料不能越過來 大家非常季節地去找方案處理 經歷困難積極解決問題 現在香港故宮開幕在職 不知道說對香港故宮的未來有什麼期待呢? 世界政治變得很快 在世界文化各局要會重新有一個定位 中國的影響力 文化在文化的影響力會更大 我們香港會參與跟故宮携手 一起把這個給我們的工作做好 就是把中國文化帶到世界 要把世界文化帶回中國 advantage到香港來 Aer恐今 ней場艇 精神 コイ 中文化